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00中国人意大利集体消失 习近平统治引爆逃亡潮 据New Talk报道 这几天传出意大利大使馆暂停办理中国游客签证的新闻 据传原因是有400名中国旅客在抵达意大利后集体消失 非法留在了当地 尽管这条消息并没有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确认 不知真伪 但仍在网络上引发关注 对此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发文表示 最近中国国内居民纷纷以各种方式认出国外 确实事实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中国之前有过三次移民潮 由于习近平政权的高压统治 使得移民潮再次开始 但也要提醒世界各国 除了考虑中国对外扩张带来的风险 同时也要考虑一个崩溃的中国 难民逃出来的风险 石板明夫表示 最近听说有很多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走线 绕到墨西哥用徒步的方式偷渡到美国 若说意大利这400名中国旅客是同一个旅游团 听起来的确有些夸张 但是如果说在近一段时间内 从中国到意大利各地旅游 非法黑下来的游客的确很有可能 而且与辛苦走线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相比 参加旅游团到意大利以后跳机 风险要小得多 石板明夫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有几次非常明显的大移民潮 第一次是中共建政初期 大多数人都是先跑到香港 如作家张爱玲 倪邦等人 都是这个时期跑出来的 第二次移民逃亡高潮 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很多文化人受不了红卫兵的批判大会纷纷出逃 音乐家马思聪 中共创党人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等人 都是九死一生逃出生天的 第三次移民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初 以及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不单是知识分子 社会精英 还有很多青壮年劳动力 也离开了中国 到国外去讨生活 石板明夫说 九十年代初在日本 我就经常在东京街头遇到偷渡来打黑工的中国人 他认为一个人好端端的会背井离乡 冒着巨大的风险到国外 主要有三个理由 一赚不到钱 二看不到希望 三受到政治迫害 当年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 很多台湾人到美国去跳机 应该也是基于这些理由 2000年以后 有一段时间 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 移民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甚至很多早年移民到国外的人 也回到中国去寻找机会 但是习近平政权这几年的高压统治 让中国国内生活的风险越来越高 移民潮又一次开始了 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移民潮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 石板明夫提醒 或许在意大利失踪的400人 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第一滴雨滴 世界考虑中国的风险时 不仅要考虑一个对外扩张的中国带来的风险 同时也要考虑一个崩溃的中国 难民逃出来的风险 好我们继续看意大利的相关报道 意大利使馆否认暂停核发中国签证 据法广报道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周六五月十三号发文称 意大利驻华使馆以及意大利驻华各总领事馆 正常接收中国公民个人和团体申请的意大利签证 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流传的有关中国旅游团签证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 意大利驻中国使馆透过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 ADS团队旅游签证即将恢复或授权的中国旅行社的注册工作正在进行 ADS团队旅游签证仅限于在被批准的一个国家内旅游 不可迁转不可延期且必须团进团出 中央社的报道说 美国边境近期出现中国偷渡潮 中国社交媒体周五送船 多家中国的旅行社近来相继通报 意大利领事馆突然暂停ADS旅游团签 多名知情人士称 可能与近期一个温州旅游团逾期滞留意大利有关 逾期不归的人数版本很多 介于40到400人之间 意大利是温州人移民欧洲的主要国家 当地的温州侨民超过30万人 据中国媒体新闻报道 温州市旅行社协会副会长金战表示 11日中午紧急召集温州地区所有具备出境资质的旅行社了解情况 截至目前温州各大旅行社并没有发生游客滞留欧洲情况 据报道 意大利签证服务热线客服表示 目前ADS旅游团签尚未开放 近日确实收到通知 上海领区因预约人数过多暂停办理 北京和重庆领区仍可正常申办 各个领区的个人旅游签证及其他签证仍可正常预约办理 没有收到可能会受影响的通知 据环球网报道 意大利是疫情前中国克服欧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9年共接待中国游客535.6万人次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重修美墨边境墙 阻止中国冒死偷渡者 据法广报道 在根据美国法典第42卷实行的防疫遣返令结束之际 国会众议院以219票对213票通过边界安全法案 让非法移民申请美国庇护受到更多限制 法案内容包括在美墨边境重建并扩建边境墙 以阻止潮水般涌来的偷渡客 美墨边境墙在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开始兴建 拜登上任之后下令停建并拆除已经建好的边境墙 美墨边境墙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议的焦点之一 这项法案全长213页 当中的具体措施还包括收紧难民庇护程序 申请人必须寻合法途径入境 接受面试时需要提交更严格的证据 证明自己在来源国遭遇可信的恐惧 法案同时推翻拜登早前宣布 允许海地、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核资格移民 在美国合法工作两年的政策 取消移民官员在这方面的斟酌权 美联社的报道说 随着防疫遣返令时效接满 美墨边境透渡人数大幅增加 连日来无论是德州等与墨西哥接壤的美国边境地区 聚集了大批无证移民 外界普遍相信随后的移民问题将更加恶化 因此国会需要兑现承诺维持边境安全 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演说时形容 这项法案是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边境安全法案 反对法案的民主党议员则指责 法案的方向完全错误 共和党用14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 不过这项与拜登政府移民政策有明显反差的法案 几乎没有机会立法成功 因为拥有参院多数席次的民主党会予以封杀 使其获得过关所需的60票的难度极高 众议院表结后 白宫迅速作出回应 批评法案只会导致事态恶化 拜登总统已扬言否决 曹淑敏上任中宣部副部长 国家广电总局局长 据联合早报报道 长期在电信领域工作的中共中央网信办副主任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曹淑敏已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国家广电总局局长 党组书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 总局领导一栏 已经列上曹淑敏的资料 此前星岛日报上周四5月11日 曾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报道 曹淑敏拟任中国国家数据局首任局长 公开资料显示 曹淑敏今年57岁 河北新级人 他本硕均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长期在电信领域工作 曾历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第二事业部副主任 通信技术体制与标准研究所所长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等职 2016年8月曹淑敏调任江西省英潭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代市长 同年11月当选市长 2017年1月他任英潭市委书记 2017年12月曹淑敏调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升副部长级 2021年11月他开始兼任全国互联副主席 2021年12月曹淑敏任中央网络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并在2022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他也是第18届、19届、20届中央候补委员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金融圈震荡愈演愈烈 民生银行前副行长邢本秀被查 综合媒体报道 日前在有刚退休的中国民生银行前副行长邢本秀落马 引起中国金融圈震动 邢本秀在民生银行副行长任职期间曾被解聘 被认为相当罕见 并曾引起市场多方关注 5月13日中纪委官方网站通报 民生银行管理咨询委员会员副主席邢本秀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今年2月刑本秀刚退休 仅3个月后就被查 目前银保监会官网 官微等也公布了这一消息 中国基金报报道说 刑本秀落马震动中国金融圈 刑本秀曾在中国央行原银监会任职多年 2010年7月前往民生银行出任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后改任该行管理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刑本秀出生于1963年2月江苏丹阳人 刑本秀曾在中国央行任职近15年 先后在综合计划司 利率管理司 银行司 银行监管医司等多部门工作 后来刑本秀在原银监会工作 曾任原厦门银监局局长 原辽宁银监局局长 原银监会党组织部部长 人事部主任等职 2010年7月 刑本秀出任民生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在副行长任职6年后 刑本秀遭到解聘 2016年7月 刑本秀改任民生银行管理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直至2023年2月退休 值得关注的是 在2016年刑本秀被解聘前后 民生银行曾有多名高管被查 2015年1月 民生银行时任行长毛晓峰被查 2017年 民生银行原副行长赵品章被带走 首席信息管李林小轩被查 中国媒体说 如今刑本秀再度被查 预计将存在其他问题 今年来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案件频发 因正商旋转门 逃逸式辞职等行为 已有多人落马 其中不乏已退休多年的金融高官 4月23日 官方通报 原银监会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主任 刘彰军接受审查调查 刘彰军于2015年5月退休 退休近8年后被查 3月20日 银保监会官网通报 称州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邓建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调查 2月28日 中国银行协会副秘书长郭三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调查 今年以来 也有多名金融监管官员被双开 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 待遇移送检方起诉等 其中包括 原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监管部主任江立明 原江苏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谢宪 海南银保监局原一级巡视员秦惠中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风险处置于 法律事务部原总监副飞等 中国四大城市北上广深 人口全部负成长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各地2022年统计公告陆续公布 据每日经济新闻14号报道 北上广深等中国四大一线城市 去年常驻人口数均呈现下滑态势 上海人口减少13.54万人 北京人口减少4.3万人 广州深圳野城人口负增长 截至2022年底 广州常驻人口1873.41万 相较2021年底数据减少了7.65万人 深圳统计局数据资料显示 深圳2022年底常驻人口1766.18万人 较前一年减少了1.98万人 报道提到基于城市减量发展方向 北京常驻人口自2017年起连续6年负成长 累计减少近12万人 上海也提出人口规模控制 2015年2017年也都曾出现常驻人口负成长 深圳广州的常驻人口负成长较为罕见 这两座城市过去10年为常驻人口数累计成长最多的城市 深圳从1979年建市以来去年第一次出现常驻人口下滑 推估这些状况与新冠疫情有关 报道引述人口学者何亚福意见表示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深圳部分行业用工需求下降 导致一些外省务工人员回流家乡 另一个原因为深圳从2021年开始收紧落户政策 过去人口高速成长时代难再现 广州官方剖析 广州去年盟受抗疫以来最严峻疫情 加上春节因素影响 大量务工人员提前返乡 外来人口短时间内部分回流 造成广州常驻人口规模阶段性收缩 相较2021年底减少了7.65万人 减幅0.41% 跨市人口于疫情之后逐渐回流广州 中国农村暴力频传 仅本月就有三名村干部被灭门 酿18人死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乡村基层因村干部处事不公 不时出现村民刺杀村干部的暴力事件 但据一致讯息 中国5月以来至今不到两周 华北、东北已连续发生三起村干部 遭村民刺杀全家 共造成18死一伤的惨剧 综合中国媒体相关报道和网络资讯 这三起刺杀村干部全家人的凶杀案 先是1号发生在山西省定乡县 之后是10号发生在山东省济南市长青区 紧接着则是11号发生在辽宁省东港市 其中山西省定乡县的雄杀案 发生在1号下午3点的宏道镇西社村 现年38岁的续姓嫌犯 先前疑因村内土地及资金分配纠纷 遭村长陷害被判刑两年 日前刑满出狱后 对当年遭村长构陷而入狱更心声不满 数度上门讨说法未果 于是产生杀机 据报道 案发当时早已预谋并齐备好作案凶器的续嫌 借由九亿直闯西社村村长家中 持刀将在场的村长等三名家人全数杀害后 驾车逃逸 直到4号才在太原市一家旅馆被捕 警方并发布警情通报说明逮捕过程 但只字未提村长等三人被灭门的情况 山东省济南市长青区的凶杀案发生在10号的顾云湖街道 长春藤小区 凶手为一名甲姓英语老师 死者为长青区文昌街道西里村中共党支部书记刘继杰 以及其妻子和儿子共三人 案发不久 作案的甲姓老师也伪罪自杀身亡 甲姓老师的犯罪动机目前说法不一 有人透露疑因甲某的孩子在学校屡遭刘继杰的孩子霸凌 导致身心出现障碍 经甲某多次上门要求解决畏国 甲某才新生杀鸡 也有人提出多种说法 但多指向身为村支书的刘继杰 无意解决问题所致 辽宁省东港市的凶杀案 发生在11号凌晨4点的乙圈镇马家港村 凶手为一名64岁的金姓村民 平时以屠宰为业 个性内向老师 但先前金某与邻居土地纠纷爆发冲突 金某因寡不敌众落居下风 虽经村长调解 金某认为村长偏袒冲突 另一方的自家亲戚心生杀鸡 根据报道及网络信息 金某案发时手持杀猪刀闯入村长家 将村长妻子及其多名家人亲属杀害 村长因为不在家逃过一劫 金某随后拦车意图逃离被拒载 驾驶却被当场杀害 连目击的两名路人也被杀伤 截至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 一人重伤 金某随后被警方逮捕归案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家中请工人来帮手料理家务 这不是什么新闻 可月薪达14万人民币就十分少见了 当然月薪这么高 工作内容想必也不同寻常 比如要在雇主伸脚时就给雇主穿鞋 雇主抖尖时就给雇主脱衣 还得是跪地服务 招聘简介上还写明 不要自尊心很强的 近日网传一则上海太太月薪14万 招保姆的招聘截图 月薪达14万元人民币 远高于市场行情 这份工作的工时 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工作内容包含雇主一伸脚就知道给穿鞋 一抖尖就给脱衣 且要求跪地服务 更明指自尊心很强的不要 要有眼力见 求职者的身高需达1米65 体重需控制在110斤以下 且要高中以上学历 还要身怀才艺 会唱歌跳舞 长相干净 此消息一出引起网民热议 最引发争议的是跪地服务的要求 许多人认为这是侮辱工作者的人格尊严 据中国媒体报道 发布这项工作讯息的是上海一间家政公司 其客户多为商家政界中产阶层 500强企业 驻华机构代表等人士 从官网中可以发现 雇主可以挑选阿姨、月嫂、管家等类型 并挑选学历、方言、英语甚至生肖 而针对网传截图中跪地服务的真实性 上述家政公司目前没有回应 但有网民说 家政公司在审核求职者资格的同时 也应该对雇主不合理的工作要求 进行审核 为劳股双方争取平等和尊重